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RTV 香港司機神的聯播時段 回到這個時段有個新隔離的嘉賓 Derek 好 回到位置 好 另外有我主持 Yuzi Michael 還有 Alpha 你對咪真正是 Alpha 你跟我們講今天龍美灘的進展 在此之前先幫大會呼籲一下 如果大家繼續想支持DBC訴訟基金的話 可以捐款到恒新銀行戶口280-441-94001 或者支票抬頭可以寫撐大班 撐何國暉 把支票寄回到德庫道中71號 永安集團大廈23樓 周啟邦律師事務所收 現在我們這個環節將會講一下龍美灘 在我身旁兩位嘉賓 我知道今天龍美灘的事件 有一個最新而且很關鍵的進展 就是曾德成局長 剛剛宣布了龍美灘人工沙灘的計劃 是將會繼續的 是嗎 是照去馬的 或者我們介紹自己 我們就是香港自然生態論壇的成員 在龍美人工沙灘這個工程中 我們由2007年開始跟進到今時今日 我想龍美人工沙灘大家都聽過 大家或者在網上看電視 看網上都知道那裡真的有高生態 有很多魚、水母、海馬、全球頻厲的物種 我先講生態之前 我先講今日最新的發展 我們今天在龍美 他們帶著記者到龍美 講他們的方案 他的方案是龍美人工沙灘照去馬 加些保育 將龍美沙灘走不掉的物種 搬到隔壁的丁角東一個灘 就叫做保育 就是說平衡到發展和保育 大家都開心了 我想問一下你覺得怎樣 我有個問題想問 這件事很奇怪 為什麼有一個自然沙灘要人工化呢 我都不明白 我想全香港市民都很明白 我想現在大部分民意 都覺得龍美人工沙灘是一個爛方案 爛了是什麼呢 先不講生態 說到水質大家都知道很大問題 不適合游泳的 他們今天有些官員 可能環保處有位官員 就說他們現在水質正在改善 可以游泳了 但是正正剛剛有線新聞 和我們的團體做過水質測試 都證明了水質依然是非常超標 嚴重極差的 比起香港封了灘的釣魚灣最差的沙灘 是高速幾倍的 那個大腸鋼菌的數字 是2000多 即那個數字是2300 那個釣魚灣只是500到600左右 可想說 政府是否說謊 還是它的水質報告是怎樣得來的 我覺得什麼叫保育呢 保育就是保住自然生態的生物多元性 還有一些罕有物准 不要讓它死亡 你現在先破壞 後保育 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保育精神 即將一件事先殺死 再將屍骨骨 骨灰擺起了 雙起就是保育 是的 其實我可能還不是很明白 有些聽說 現在它們兩方面平衡度 我先說 它的所謂保育 首先 無緣無故轉移視線 龍尾灘是200米 它只要剷走 是一點都沒有保留到 沒有它們所說剷一半 保留一半 而另外它們是拿了丁角東 即是龍尾灘隔離的泥灘 將會在那裏做些 不知道什麼設施 有沒有講清楚 即是希望把生物搬去那裏 即是等於我原本想殺死你 你說你還沒死沒問題 根本不需要死 但不是 我現在殺一個保一個 我現在保住Alpha 我就殺你 否則我殺他 即是要轉移視線 拿一些新的東西來講 另外就是 生物轉移的部分 稍為有生物生態常識的話 都是知道是不行的 為甚麼呢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譬如有間屋邨 整棟屋邨 那裏住了一千人 我現在要拆走去 不知為何 要建一些遊樂場 那些人怎麼辦 我不要緊 要搬到旁邊B屋邨那裏 可想而知旁邊B屋邨 根本已經住了一千人 你將這一千人搬到旁邊B屋邨那裏 那他們怎樣逼在一起呢 給你賜不賜 我看到現在政府的計劃 它就說除了一個200米 還有泳灘之外 另外它就會建一個小食亭 露天茶座 100個車廟的停車場 加上一個辦公室大樓 臨浴室更衣室防山網 即是泳灘 為此它就要清除了 在海岸表面的所有 非生物和非生物 即是將這個沙灘 完全變成一百尺 那些生物怎樣算呢 全都死了 它不單止是投資 我先說一下 人工沙灘是怎樣做的 第一個步驟 先封掉它 第二個步驟 剷走那個表泥 即是清除生物 清除了 那個棲地 生物就沒有了 先死了 第二 剷了數以萬噸的泥石 不知找一個地方去污染它 丟到不知哪裏 第二步驟 就去買沙 買一些漂亮的 即是所謂水清沙 有沙灘的沙 那從哪裏來呢 香港不可以掘沙 就要犧牲鄰近地方 一些漂亮的沙灘的沙 在那裏買一些沙回來 堆回到隆尾爐 即是直接在中國買沙灘回到香港 鄰近地方 我不知它會在哪裏買 變成同時一個人工沙灘 是影響三個地方 第一就是隆尾灘 第二就是一個堆填區 第三就是鄰近地方 拿沙的地方 即政府這麽大周章 為什麽做一個爛方案出來 游不到水的呢 我到現在不是很明白 很多市民都未必很明白 但我看回資料 我看到包括我自己的三年區議會 北區區議會和大埔區議會 爭取了二十年的 這個警告過程是怎樣的呢 其實就是說當年呢 區域市政局提出一件事 就說大埔沒有水油 沒有一個天然沙灘油水 那我就說 在第一隆尾那裏 是不是可以修復天然沙灘 因為有些人 地區人士說 那裏原本是一個天然沙灘 因為在船灣淡水湖 吸走了沙 所以現在是修復天然沙灘 就這樣聽下去 我也是 如果假如就這樣聽到這些資料 當然支持 好像挺對的 多個康洛茲書 多個康洛茲書油 所以是健康活動來的 第一個前提 我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第一個前提 大埔沒有天然泳灘 就要建一個人工沙灘給他 那我住在銅鑼灣 又是沒有天然沙灘的 我是不是在避風塘建一個沙灘 我們要求要有個天然沙灘游水呢 或者我住在大角咀 又沒有天然沙灘 游尖旺區 怎麼游呢 沙灘 要建人工沙灘 隔晚要建 又不知道你政府 用記憶來搞定它 是不是這樣的道理 第一 第二問題就是修復天然沙灘的問題 今天《蘋果日報》都說了 隆美 我們看回航空 1950年那些航空照片 對比回現在 其實隆美一直都是泥灘來的 並非一個天然沙灘來的 而所謂沙灘的地方 只不過是大阪裡面 大美篤裡面被水淹了的地方 所以根據這個照片 不會說謊的 人的記憶可能會記錯 可能有些村民小時候 在那裡游過水 覺得那裡是天然沙灘 其實那裡不存在 修復天然沙灘這件事 所以說幾十年前 我們爭取說 人的沙灘 這兩個前提已經是不成立了 況且當時大家 整個社會的保育意識 都沒有那麼強 現在 黃金海南有沒有去游泳呢? 沒有 是吧 好像沒有了些沙 沒有了 今天報紙到黃金海南 有些沙流失了 露出一些石頭 還刮損人 刮損腳 那麼隆美沙灘應該也有同一命運 就是 兩個前提不成立 尤其是現在的保育意識 又那麼強 人們是喜歡去天然 自然的地方 都市人那麼大壓力 如果看到一些 自然生物 自然環境 是開心過 走去一個游不倒水的 天然 人工沙灘那裡 受難的 是啊 沒錯 有些人就說 另外還有一點 就是當你起了這個 人工沙灘 究竟游不入到水 除了水質差之外 其實人家還有一個缺陷 龍尾人工沙的地勢是很平的 走得很遠都是很淺水的 尤其是夏季水退的時候 我們經常去龍尾灘就知道 水退的時候 夏季泳季大約3點到6點期間 你走到100米 你猜到哪裏呢 都是到膝蓋的 你猜到膝蓋的 你猜到膝蓋 有滴泳 有自由式 游不到水 其實政府大費周章 犧牲一個高生態的地方 都是花了很多錢 然後整個出來水質差 兼游不到水的沙灘 大家如果知道爭相之後 還會不會支持呢 支持這個人工沙灘呢 我看回資料 現在說人工沙灘呢 其實那個造價是3.6億的港元 但是開始有人質疑了 因爲它那個地勢水流的問題 令到水流流的水 要很久才排出 即是死水 如果不是都不會做到 這麼近濕地的地方 開始有人質疑 究竟洗3.6億 起了沙灘 最後可能變了續水的浴效 究竟是值不值呢 是的 我想大家 或者大埔區議員 這麼支持的議員 都開始 其實我們不斷都有 約見大埔區內的人士 村長 區議員 跟他們解釋 真相是怎樣 其實是他們開始知道真相 以後也覺得都是 有得想的 是否不是可以 起人工沙灘呢 因爲很多其他民間 很多正的方案提出來 是非常好 真是共贏的方案 待會再說 如果起到一個 人督水的泳灘 又花那麼多錢 我想很多市民都不贊成 尤其是 一個龍尾灘 不只是地區人士擁有 是全港一個天然的資產 如果我們少了一個地方 我們下一代 看不到一些水母 海星 就沒有了 好了 說回山脈搬遷 更加荒謬 我在龍尾灘聽著 湖處的人員說 他找了兩個人 潛落水 找一些水母給大家看看 在丁角東那裡 他說這裏差不多 跟龍尾灘的生態 你看看我們把東西搬過來 就可以了 剛才我再解釋 就是同一等 你假如 我先說搬海星 搬海星 假如丁角東 已經本身適合海星生存 它本身有一千隻 它如果支撐到一千隻 它就會有一千隻 支撐到二千隻 就有二千隻 加上食物 略食者 天然環境等等 你現在在龍尾灘 再搬到一千隻 你現在在龍尾灘 再搬到一千隻 再搬到一千隻 你現在在龍尾灘 那你搬到 你搬飯吃了 搬飯吃了 最後都是剩下一千隻 即輸入外龍 數字都是一千隻 因為那個環境是 支撐到一千隻 因為生態常識 小學生都會回答的問題 我不知道魚活柱 為甚麼要這樣想 可能有它引重 迫著這樣說 市民 我自己未去過龍尾灘 又不知道那裡的情況 亦都不認識所有生物學的東西 我很奇怪的一點 說在人工沙灘 但我們都大約知道 那些生物等等 或者很高價值的一些 棲息的物種 它好像在海裡住 那沙灘有甚麼影響 還有那些海馬 是在水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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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不同的保育人士 都會發覺那裡 原來有很多這樣的 貧泥物種 是有海馬 是怎樣搬 我先講海馬 海馬 在政府的環評報告上 是沒有的 是發現不到的 我們在2009年 就開始發現海馬 我們隔壁這位人士 成員Alpha 首先發現那裡有海馬 我們就不敢公布 一經公布 就會被人抓去 香港是有些人 專門留意我們的論壇 走去抓一些 廣見的生物 當時是怎樣發言的 這個 我問一下Alpha 你說一下怎樣發言海馬 其實是2009年2月中的時候 有一個晚上 因為通常在冬天的時候 水退時間是在凌晨時隔的 例如我一次活動 自己一個人 去到龍泥湯的時候 到處搜索 很偶然地在某個水池邊 一堆很多浮泥的地方 突然看到一隻 類似海馬形狀的生物 我看到的時候 當時的心機會跳出來 有幾乎 在我當時這樣說 再看清楚 真的是一隻海馬 用一條尾 捲著底下沙灘上面 一些附杖物 那便會靜止在那裏 我拿過相機拍幾張相片 再回到市區之後 問清楚論壇 那些人才證實到 這是真正在香港 可以仍然找到海馬的品種 可以這麼說 從那次之後 我們從2009年頭到現在 都陸陸續續 在某個位置 都仍然找到海馬的存在中跡 由寶寶到成長的 也有 可以從那裏證明 龍尾這個位置 是海馬的品種的繁殖場 即是生境 不單是生境 還是繁殖的地方 我先說海馬的生態 海馬 如果找到 once established 它的軸頻 它的流動性很低 它因為很多條件 才可以在那裏繁殖和棲息 包括 這個管海馬 我們便宣了管海馬之後 這個海馬其實需要 河口地帶 首先有鹹淡水交代 為什麼呢 因為鹹淡水交代 就會滋身很多浮游生物 海馬 大家見它的嘴 好像吸管它 它游動流力很低 它不懂捕食 它需要浮游生物 游到它周圍隔離 它好像吸食浮游生物 所以它周圍 我們拍到的片 它周圍有很多浮游生物 在它面前游來游去 才能夠幫助它 支持它整個族群的生活 第二 那些泥底 還是一些軟泥底 種種條件 還有一些輔助物 剛才Alpha說 它的尾輔助 就是勾住一些東西 不能被水流沖走 等等種種條件 我們發覺 隆尾正正是符合它 一個生存和繁殖的條件 那些海馬找到條件之後 它就不會走 它的流動性很低 假如有個淒地少許改變 它整個族群都會死 那就是說 好了 胡言胡處 今天官員就說 海馬就是 根據200年一本書 其實不是很罕有的 在香港都很多見的 我想告訴那位官員 如果有人聽 麻煩你查一下最新的資料 好不好 那本書是2000年的資料 香港有最新的海馬資料 就是剛才我們也說過 香港海洋公園 去年公佈了全港首個海馬普查 發現全港海馬 他們發現香港普查 發現幾隻海馬 知道嗎 五大隻 根據香港海馬普查 原來全港只有五隻 那算不算是常見 根據這位官員說 沒有這個很詫異 因為我們心目中 海馬很常見 隨街都見到 激乾了新的海馬 是啦 死了那些 乾了新的 正正是因為這麼多人抓海馬 海馬是全球瓶泥 為什麼呢 就是它淒地破壞 第一 第二很多人採捕 第三就是水質污染 那如果現在是香港採捕 會不會需要付法律責任等等 這個法律 等一下會講 香港是沒有保護海馬的法例 就是本地 但是你出入口 有限制 有國際瓶泥動植物 貿易公約限制 速入口 但是反而 保護本地的瓶泥物種是沒有的 香港保護野生動物條例 是不包括水中的動物 魚那些 就算香港一類瓶沙 經過漁物殺死它 是沒有法例 說它破壞什麼條例的 雖然它是瓶泥 如果進入了香港警署 海馬正正一級生態價值 跟瓶沙一樣 就是受到國際貿易公約的第二級 第二級保護 也是國際保護聯盟列為異毅的物種 跟瓶沙一樣 跟瓶沙一樣 假如海馬普查 發言都是五隻 非常感人 官員不能夠說 根據二千年的資料 是常見的 大哥 另一樣 麻煩你查一查 國際保護聯盟的紅色名單 人家專門有講香港管海馬的數字 在四十年前是常見 四十年前香港管海馬是常見 但到二千年已經變成 rare 行有、行見 希望官員做多些功課 即是講海馬的 那個生態 status 當你遷復海馬旁邊的那條 那個丁國東行不行 我可以說 首先你搬去那時 可能有心理危險 你捉它 怎樣傷害它 第二 就是說 那裡 丁國東 看起來好像差不多 跟龍尾 其實我們都覺得 要保育的 丁國東跟紅樹林一帶 所以昨天提出了海洋公園方向 保育連龍尾、紅樹林等等 整個地方 六百多公尺 是成為海洋公園的保育 為香港人保留一個 保育旅遊的地方 但是你這樣搬過去 我想他們連海馬位置都不知道在哪裡 我今天問過他們 回答不了 我不知道他們怎樣 找海馬去搬 另外少少環境不同了 譬如說沒有淡水的新景 那些浮流生活 少少幾成 那些海馬都是支持不到 整個生活的 已經是 我不知道他們知道這件事 不要小時候玩泥沙 把東西搬來搬去 麻煩 但是這個政府 找不到這些東西 環評又過了 是不是 之後環境許可症又出了 差點是明天不知何時 曹委會 就想著爆黃眼上班去 那我都知道你們 都做了之前 就是昨天 不知道今天還是前天 做了一個行動 是嗎 昨天我們就開了記者招待會 提出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向這個申訴專員投訴 先 投訴什麼呢 就是投訴幾件事 第一就是說 政府整個環評報告 是低估了整個龍美的生態 現在很清楚 就是龍美 他們環評報告 最初只是第一份環評報告 連水上連陸上 就是找了三 什麼時候呢 2007年 就是找了三十種 水上和水面的生物 那我們的導賞團呢 我們今年暑假導賞團 帶了很多太太小朋友去 我想我們的市民 都不止找到三十種 就是他們自己一班市民 一塊石影 已經有五六種 就是我一直都找到三十種 我包裡找到二十幾三十種 你找一塊石影 你找一塊石影 已經有幾種了 你細心一點看就更加多 於是我們自己的動員 去了兩萬做生態調查 竟然找到百幾種 就是和它三十種 他們叫專業 我們不敢稱自己是專業 但我們也有很多生態顧問 很多成員對這件事很有認識 那百幾種 於是環保署就要求這個 土木工程署委託那個顧問公司 再做多次生態調查 證明那個真是低生態 才可以發出環境去可證 於是土木工程署呢 很奇怪 它又找回同一間顧問公司 哪間我想知道 是ERN 一個香港公司幾大的顧問公司 既然它已經是第一次肥佬 是公帑來的 肥佬你還找他來做 他當然是Defend自己 當然是說自己沒有錯 首先是涉及利益衝突 還有講一講香港環境制度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是工程倡議者出錢請 譬如你那天想起東西 麻煩你出錢請顧問來 我要請趕回評一下我這個項目 我行不行 小學生都知道 這個是有前設的 有前設的 但是你寫得不好 我下次不找你做顧問 我找一個寫得對我有利的做顧問 其實外國已經是一個獨立環評基金去做 不知道香港自遷文明先進 還有一些落後 小朋友都知道 是有利於衝突的制度之下 就產生正正今次隆尾的事件 所以說似乎那個顧問公司 精英進出 說瘀了一次 找了一些最勁的專家 走來走來搜索 真的跟我們一樣 找了百多重 但是他不認低威 他不敢認錯 認錯很嚴重的 怎麼趕到他低呢 就用這個誤導方法 就是比較 通路講了12個海岸 你發覺路面排第四 都Top 4 那怎麼趕到他低呢 於是一割 割了頭四個來比較 那頭四個來比較 還是避重走輕的比較 就是龍尾有些強項 他不講 就是講一些弱項 人家多些蟹 龍尾有很多貝殼 他不講 就說龍尾在這四個地方之中 就排第四 所以是最低身態 是這樣來的 就是低身態的結論 是這樣的 語言藝術這樣來的 就是大家覺得 如果你的小朋友很厲害的讀書 在一校 全班考第四 但是老師呢 一割割割 頭四個來比較 他說你的小朋友 小明很差 考到最後的 就是現在那個 那個生態語言藝術 就是其實那裡已經開始了 就是誤導了整個市民 在那裡 於是乎呢 就經過一個環支會 都很大爭拗 就是有很多人 挑戰他的環評報告 是很多錯漏 很多錯漏 很多錯漏 但是在投票之中很不幸 就本來是5比5的 平手的 就是過不了環評那關的 但是當時那個環支會的主席 就又投票了 他就支持人工沙灘 於是乎 6比5就通過了一個環評報告 在一個爭議之中 於是乎呢 我們希望成規會在那裡說 成規會也是根據那個 所謂環評報告 那裡的生態是低的 人家都挑戰你的報告是錯的 你還拿一份錯的報告去做你的背景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說呢 你說香港人不理性討論 我們很理性說數據給你聽 那又不聽 那又過了 接著財委會 財委會因為拉布的關係 那一通過就 即是沒有什麼生物討論 那些議員都不知道 底運就通過了那個撥款 變成現在招標了 開始招標的程序 於是就發展到現在 今天的情況 就是一般人都不知道 幾年前都沒有那麼多人關注 有十多個人在那裡做一些 survey 做一些報告給大家看 其實一直都有人發 他經常都說透過正當程序 什麼都通過了 沒有理由停 其實這些所謂正當的程序 中間我想跟很多其他的爭議事項一樣 很多人反對過 我們第一天已經反對過 我們遊行過 發起過簽名運動 想過去寫信給環保處長 也都去過一些承規會 陳情 完全聽說了等於耳邊封 沒有聽過 沒有設立我們的意見 只是死由一面頸 拿了一份錯漏百出的環評報告 去Defend自己 於是就搞到今時今日了 你說是不是一個deal process 可以強調很多事情都經過正當程序 但是有沒有說到裡面的程序 就是不正當的呢 就是 這個政府就是這樣 除了用語言藝術之外 這些環支會 還有承規會 裡面很多都是政府委任 政府委任 之後那些成員 那裡的成員 大家發覺 是跟這些顧問公司 又或者是大學樓下那些 那些做研究的公司 或者項目 是千絲萬縷的關係 所以我們希望休息 現在都差不多 我想都是因為休息時間 我們休息幾分鐘 回來再看看 究竟我新隔離 Derek他們怎樣爭取 龍美灘的去留呢 我們稍後見 是 謝謝 我呢 上 一會兒我們 只要要讓7點 就會把照片給大家 那 那 我想 為何 其實你們的狀態就是 那些狀態 那些狀態 有問題 那些狀態 叫聲 那些狀態 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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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 我們不是那些 一個東西 不是政府所謂 就是專家 但我便可以簽個自由研究會 就算政府去找個魚類專家 其實都是自由魚類專家 自己是整個魚類學會的 我都可以做的 這個不是很 relevant 只不過在你提供的數據 是不是很 relevant 我自己是研究很多的 看過外國的教徒交往 看過很多努力 我比較熟悉的 如果兩位是有很多問題發生的 因為剛才 因為剛才那次都會回到小城 所以就先進去 當然 成員 其實不是一個很嚴謹的組織 沒有說什麼主席 為何不可以行動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為何走到六個月上 好 就看看是否可以 或者可以 五個月都會留到很長 所以不可以考慮 或者是最多的事 11月 不是 上兩個月 上了 財委會 7月 7月 上一屆 上一屆 就是臨吉臨亡一堆東西 通過了 就是拉布完之後 整個民生議案 所謂民生議案 通過了 所以很多議員都不知道 什麼事 都不知道裡面有什麼錯誤 當時傷害民有很多別 十八九都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 在哪裏都不知道 昨天之前 你如果去打波 兩次彈都會有 接近 然後我們要去看 哪裏 因為我們很喜歡 我們是好控制 很多人都不知道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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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和其他團體商量 會這樣看 進行爭取 其實未來會有些事情 但可能不說 不想到多久 40分後再開始 有多久 就是40分後 跟著開始 就有多少時間 還有多少時間 他會和市民 因為他不像 都同樣 他不夠升 就是提升過 但去過樓尾之後 就 回到那裏 那些生物 都可以跟他講 他回到那裏 其實很多市民都可以 可以 可以說多一點生物 狀態 好 因為我先聽下去 例如我看市民 我覺得 那裏就是 有些什麼上地 就是沒有想過 如果你說 用這些大的 我們怎麼做 就是 我看見很多生物 或者有些什麼 談話 那樣 那樣 真的看見這方面 哈哈 喜歡吃 我覺得這件事比較好 因為其實 這個是一個 我們今天 我們這裏幫過網播 亦都是 市場所在 那些人 這些人 什麼 那些人 當時就是整個政策 對民生的影響 那些部分 嗯 最慘的是 很多人 沒有留意這些 相對的小民 但是 就不太錯了 幾個政策 那些人 沒有了 就沒有了 那些人買不到 很多東西一樣 DBC 我一陣子 都不太多 我一陣子 整個縮簾 我一陣子都會說 我以為今屆才是 混亂中風 那些 我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過了這麼多事 我們都不太知道 什麼時候過 過了才 開始 差不多三十八 因為要多早三個小時 不過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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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例 陳例 也是要數總基金 那些人要給稿 我還想知道 有個連結 就是數據現金嗎 我可以說 你可以說 我可以說 試鑽 試鑽 我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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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壇 現在還沒有聯盟住的 16個環保團體 現在是新人 同時還沒有聯盟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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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